快樂之道舞蹈團 進歌熱舞為活動揭開序幕 由中華天下父母星關懷促進會 攜手台灣快樂之道協會 以及中正區往西里辦公處 共同舉辦第二屆綜藝百老會 工藝嘉年華 活動豐富多元 有歌唱百老會比賽 銀橋國小熱舞社及唐韻舞團 一臥風多元共享空間 三漢服五道工藝演出 並歡唱影集《黑水溝傳奇之正王富台》 鄭成功主題曲等 更結合時事舉辦青年參政有話說 邀請青年世代表達對社會現況的看法 希望透過活動提倡正向休閒 散播正能量 中華天下父母星關懷促進會 非常喜歡邀約不同的工藝慈善團體 去串連如何結合創意跟工藝 去倡導民眾從事正向休閒 那為什麼這場活動叫做 綜藝百老會 就是結合透過青年 透過世代接軌的一個 愛秀 愛憲的青年 在舞台上等於說是展現自我 展歌喉 得到一個成就感 自我實現 然後同時能夠在上台呢 為社會發聲 為民喉舌 表達你對社會的一些願景跟構想 或者是說你想要揭發什麼不公不義 都可以跟民眾做一個交流 等於說是一個青世代跟一個我們 社群族做一個交流的一個舞台 我們快樂之道就是放入品格 對 沒有去做不該做的事情 會你在生活上啊 你做對的事你就會快樂 對 很想要為我們這個社會 那我們國家 甚至我們這個星球 來做一點好事 其實這個都是正能量 對 那我們到學校啊 到社區去啊 老師也都發現說 現在學校沒有生活倫理 然後公民與道德 生下公民 少了道德 所以我們都很驚訝說 這個整個社會真的是需要一個向上 向善的一個力量 活動第一階段安排歌唱百老會比賽 主辦單位表示 本屆吸引將近30位民眾 報名參加 第二階段才藝選秀舞蹈表演 結合歌舞和服才藝秀 提供愛秀愛線的青年朋友們 表演及發聲的平台 台灣的社會呢 為什麼會有一些社會問題存在 其實我又覺得是因為大家的心靈 有一些就是不開心 那要怎麼散播正能量呢 那我們就要提倡正向休閒 那我們協會之前呢 不只辦了歌唱比賽 街舞比賽 漢服舞蹈比賽 那我們這次結合就是 綜藝百老會的形式 各式各樣的歌舞秀 跟青年論壇加進去 還有額頭的舞蹈 讓他更完美的去呈現 這些公益團體如何透過正上休閒 帶給大家一個正能量 然後同時傳達就是 大家一起參與公益 號召更多的青年去透過自己的專才 自己的才藝去幫助別人 你總實在在舞台上表演 也等於說除了是成就自我之外 也是在散播正能量做公益 然後從中追尋一個成就感 然後號召更多的青年人呢 一起產整 活動中還安排新北市女子美容商業同業公會 為民眾提供議檢服務 主辦單位希望透過活動 號召民眾從事正向休閒 勇敢追夢展現自我 並推動社會福利 促進世代和諧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